书院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 萌芽于堂 兴盛于宋 延续于园 全面普及于明清 而在中国书院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 江西 以书院百所 学子数千的辉煌 而独领风骚 这里是人文之乡的江西 这里的书院文化 是江西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就从那个文化交流 尤为开明的唐朝开始吧 据新唐书记载 当时全国书院建制有十一处 各类方志所在书院三十三处 在这四十四处书院之中 江西占了三分之一 共十五处 宋朝以后 江西的书院文化 真正进入到了鼎盛时期 当时全国书院 已增长至六百多所 而江西 以二百二十九所的惊人数量 位居全国第一 短短百年时间 江西的书院 以绝对的优势 占据了中国教育文化发展的顶峰 也目睹了无数文人才子的诞生 窃关国朝文章之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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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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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